中美贸易战谈崩内幕曝光重大问题,对峙毫无进展,美最新贸易战民调挺川普,8月1日中美贸易战再度升级,川普政府宣布将2000亿关税计划税率从10%提升到25%美媒日前披露,中方给出的价码依然停留在增购美国商品,遭美方拒绝71%的美国商业主支持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表明川普总统的对华贸易政策有广泛的民意基础阿波罗网特约评论员王笃然表示,这次川普是在全球重新定位,谁是美国的敌人谁是美国的盟友,川普决心不让美国的敌人吸血美国自肥,美东时间8月1日下午,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发表声明称, 川普总统已下令将针对2000亿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比例从10%提升至25%美国企,业研究所中国问题学者实践倒称,一旦美国决议对中共采取关税措施,那么25%的税率比10%的税率要好。 华尔街日报刊文指川普,下令增加税率正值美中贸易磋商毫无进展之际,报道引述两国政府官员表示,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和中共副总理刘鹤的代表, 门正在为恢复贸易谈判进行磋商,但磋商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 双方都认为对方应该先做表示,此前中共已经做出了一些初步提议主要内容是购买更多美国商品,但被川普拒绝。 一名美国商界资深人士表示双方都认为彼此的提议不足,以为进一步谈判打下基础。 其中包括中方,提出购买更多美国商品,美方要求中共从根本上废除所谓中国制造2025,工业政策办都不被对方所接受。 这名高管表示双方正在摒弃无用的想法和言辞努力探索潜在议程清单和潜在解决方案。 此外因为中共拒绝批准美国高通收购荷兰恩智浦半导铁公司的协议,因为到达7月25日的最后期限,不得不宣布放弃高通因此可能支付巨额违约金。 外界曾认为,美方用放生中心换取中方放行高通而目前中心禁售令已经解除,因此有猜测指中共这次是背信弃义。 美国人支持川普打贸易战,对中共支持率最高目前美国人支持核四个地区,打贸易战中华人民共和国高居榜首,另外几个是墨西哥加拿大和欧盟阿波罗网评论员在水一方认为,发达国家肯定是会对美国和谈甚至让步的,打贸易战的可能性不大。 14小时前美国媒体AXLS于8月2日新出报道,最新出炉的UBS瑞银集团抽样调查数据71%的商业主希望更多的对中国大陆关税,而对墨西哥则是66%。 欧洲是64%加拿大则是60%同时44%的业主认为贸易战会给私人生意带来积极影响4月时这个数字则是21%。 此外另一家美国媒体报道对于是否相信中,共参与过不公正贸易行为,高达92%的回答者说是阿波罗网特约评论员王笃然,曾肉明在水一方表示71%的美国商业主支持对中共加关税, 这意味着川普的贸易战拥有广泛的美国民意基础NAPT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好了未来很多制造业,会搬到墨西哥NAPT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美国、加拿大及墨西哥在1992年8月12日签署,了关于三国兼全面贸易的协议。 与欧盟性质不一样,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不是凌驾于国家政府和国家法律上的一项协议。 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于1994年1月1日正式生效,并同时宣告北美自由贸易区,NAPT,正式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 拥有4.5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约17.3万亿美元年贸易,总额1.37万亿美元。 其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都超过欧洲联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兔主席外界识破中共剂量。 最后离场的请西登属明兔主席的评论人士发文,表示中共对美国的反驳,基本属于掐架中狡辩的一方。 有很多文字游戏旁征博影,一会儿汉密尔顿,一会儿中国古话,比如说市场经济。 WTO规则没有定义什么是市场经济,所以你不能说我这个不是市场经济。 这个属于比较典型的诡辩,因为大家都知道所谓的市场经济,大概是个什么东西,具备哪些要塑中国的模式,不属于西方默认的市场经济。 中国是可以继续冠名自己是市场经济,这纯粹是文字游戏,还有人引一些文字。 例如政府文件里提到的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企决定性作用这句话其实和改革,一样已经是政治正确,了是一个正确的愿景。 看文字没有用要看实践怎么做的,这一套东西比如罗列法规可能前些年对老外有用,现在肯定是不管用了美国301报告。 李非常系统性地介绍了在实践中发现,不能看中国成文法规和政策,要看实际操作通过实操,实践,来还原中国的模式和体系。 他们讲的就是这个内容所以,这个时候就法律法规和政府公开文件表述,进行回应别人不光是信不信的问题,已经没有耐心听了中国的这种理论的方式,已经快用到尽头了不能持续了。 目前的迹象是人家认为WTO和这些理论,根本,就是浪费时间直接开打贸易战,然后重新建群美日欧,你最聪明最正确,永远是对的你自己给自己理论去吧。 最后一个离场的观众请西登阿波罗网01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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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